大家好 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有些话有经常发来图片 问我说这个叶计划新长猪新芽还有叶片发生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引起的 要如何救治 特别是进入夏季温度比较高 夏季顶部嫩芽出现打烟的情况 这是一种可能就是叶片太过嫩 经受不住这个强烈的光照 所以就引起这个顶端优势发生的情况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盘土挂干 如果盘土挂干的话 一定要给它一致性浇透水 那么如何浇透水法呢 有些话有说就是直接往这个盘土一致性给它浇透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一种比较简单的浇水方法 就是装满一个大盆的水啊 把这个叶菊花这个盆 就是轻轻的放到装满水的水盆里去啊 让它慢慢的散进去就可以了 你不要给它一次性往这个盘土表面浇透 将来对它这个根系啊 一下子承受不了 一下子浇透水的状况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叶片 还有新芽出现这个尾粘的情况 所以大家就是用这种静盘法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出现这个盘土 干涂的话呢 就是让它给它一些散色光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照一下这个中午的太阳 就是大概晒上两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多晒 多晒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新芽新叶发展 所以啊夏天啊 特别养护叶季花要注意了 最好温度给它 在20到23度这样是比较好的 不要给它曝晒 如果经常曝晒的话 它就是会出现顶芽发展 叶片发展的情况 所以花友们 平时养护叶季花的时候呢 就注意这几点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